那么这种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还有一个主张 强调自己这个小群体的文化它的独特性、重要性 谴责主流文化、批判主流文化 由此很多人就认为社会的文化应该就是多元的 不同的文化之间应该就没有高低之分 当然你要承认这种多元文化主义 我觉得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说制度有好坏文化无高低 不是如此 看你讨论的是什么样的文化 如果我们说饮食文化、穿衣文化没有高低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 吃辣的还是不吃辣的 吃面吃还是吃米饭吃什么菜 是爱吃意大利面还是爱吃吃专饭 没有高低 但是如果我们讨论的文化 如果是政治文化、法律文化 就一定有高低 就一定有高低 怎么可能没有高低呢 支持自由的文化跟支持奴役的文化都一样 支持法治的文化跟支持人治的文化 支持专制的文化那一样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记得英国当时在这个 印度殖民的时候 就遇到当地的这个文化 就是把寡妇给烧死 是吧 这个当地的人说 你们英国人不能干涉我们的文化 我们这个文化 那英国的殖民者说 好 我们不干涉你们 你们可以烧死寡妇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文化来 我们把烧死的人要进行绳制一法 是吧 我们有我们的文化 你们有你们的文化 我们有我们的文化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话 一定是有高低的 没有高低的话 那就不会有这些 自由国家 自由社会和这个非自由社会 法治社会和非法治社会的起立 因为这些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和你的制度之间 是如此紧密的关联 甚至他俱称着 你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文化 你就什么 又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你有什么样的法律 政治和法律制度 怎么可能没有高低 当然有高低 当你一个人说 制度有高低 文化 制度有优劣 文化无高低的时候 那你其实意味着制度和文化之间没关联 怎么会没有关联 没有关联脱后 他强调的这民情哪里去 他说这民情当然 很重要的一部分都 就包括文化 包括文化 包括宗教信仰 包括教育方式 数学方式等等 用他的话讲 这个人们的心智习惯 那就是构成了民情 民情界定了你的制度 能不能发挥作用 虽然你的制度 虽然你的一定程度能够影响你 虽然从根本意义上讲 民情决定的制度能不能发挥作用 所以 Toker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说这种所谓的文化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还有文化相对主义等等 其实都是错误 都是错误的 文化 文化当然不是平等 先进的文化 应议的自由和繁荣 落后的文化导致了美与贫穷 那么因为这种身份政治和多样文化主义呢 这导致了政治正确 现在是甚孝尘上可以说是 那这个如果你对这些所谓少数群体 或者边缘化的群体 对他们的言论少有不甚的话 你就会被扣上帽子 政治严重不正确 政治严重不正确 绝对不能够歧视这些少数群体 边缘化的群体 不论是少数独占 还是这个所谓的同性恋的群体 同性恋的群体 那么这个政治正确呢 我觉得其实就变成了西方 这欧美社会当中的一种极力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阻止了人们 说出事实上正确的话 政治正确是相对于事实正确来讲 据说这 最早的说是在这个前苏联 斯拉林时代 有了所谓政治正确这种东西 你讲的事实上正确 但政治上不正确也不行 也不能讲 所以这就在这个语言当中 在这个日常的言谈当中 甚至在教育过程当中 都不能够再说这些 政治不正确的言 哪怕事实上正确 那么这在大学校园里 在新闻媒体上表现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明显 大学校园里 你现在要这个 要讲政治不正确的东西的话 肯定会被人给干脏 在过去几年中发生过多次 这样的时间在大学校园里 大多都是 这个针对这些 保守主义的学者 或者是理论家的 就这些人到大学 比较性的大学的演讲 结果呢 这些人讲的东西被认为政治不正确 就遭到学生教授的攻击 让你演讲背破终止 背破终止甚至是发生暴力事件 这一切这种事情的 过去这几年来可以说是 偏繁的发生 严重破坏大学校园里的言论罪 严重破坏 比如说在这个 2017年的时候的一个很有名的保守主义学者 叫查尔斯姆雷 他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 他到一个 给予一个大学里面 去发展演讲的时候 就遭到了一大批学生的抗议和计识 最后不得不 改在一个锁起来的房间里 通过路线的方式进行 在演讲结束之后呢 抗议的学生又阻挡他离开 最后呢 导致把这个 学校的一个 一名教授呢给打赏 在伯克利尼的过去几年中 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件 多次这样的事件 前不久 芝加哥大学地理系的一位教授 他因为对于多样性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么就遭到几十名学生 连命要求芝加哥大学解释这位教授 是吧 是吧 你可以想想 是吧 在哈佛大学的学生组织 他要求学校当机 禁止在特朗普政府任职内的所有人 去哈佛交出 讲座 或者参与其他学生活动 我看这几天哈佛又有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委员会 理事会的什么成员 是吧 支持特朗普 这个人被从那个 理事会当中给去公司的 在去年11月20号的时候 同性恋组织还呼吁拜登上海之后 取消对教会学校的认证 这些都不在认证 官方不在认证那些学校 因为这些学校大都不支持同性恋变性的人 可以说我们看到了这个 这个大学校园里边 这个因为政治正确 越来越没有了这个 没有了言论罪 没有了独立执行 没有了言论罪 刚才我还提到这个 在美国各地 是吧 都在拆除 砸坏 是吧 这个 曾经被认为 支持或者同行奴隶制的这些 这些这些人物的雕塑 画像 这个也是 在过去这几年当中 平行发生 平行发生 我提到那个耶路大学院 把那卡尔霍文学院 在2017年改成了叫 叫叫格利斯霍普学院 理由就是 卡尔霍文是一位白人之上主义者 和奴隶之支持 卡尔霍文是美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他被认为是 他当过副总统 当过这个议会的议员 我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议员 那是不是 美国的这些国父们 因为第一个 每一间合同国的人 很多都是支持奴隶制的 包括他们的将领 最重要的将领 华盛顿将军 包括独立行员的 乞讨者杰肥进 包括这个美国宪法 实际卖地进 这三个人对美国建国 可以说都立过汉马功劳 这三个人都 何止是支持奴隶制 都是奴隶主 都是奴隶主 如果大家去创官 他们的故居的话 现在他们的故居 你都还保留着 这个奴隶的一个房间 这三个人的故居呢 我都去创官过 都还能看到奴隶 这个他们的住的地方 我估计他们的故居 是不是有时候 一些也都会被摧毁 他们的庄源 也都会被破坏 他们提到的美利坚 何东国是不是应该 被监护 美国宪法 独立宣言应该被废除 那这些人不都是 支持奴隶制吗 支持奴隶制吗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这种激进的行为 到底会最终会走向 何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我们可以 从过去这几年的进展来看 那几乎是得分进尺 第三个方面的挑战是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 以前多多少少说过一点 移民问题在美国 为什么成为一个问题 美国现在至少有 一千一百万非法医民 那到底怎么对待这些人 以及怎么对待那些 有可能通过非法手段 去美国的人 这变成了一个问题 特别现在已经 在美国的一些非法医民 是马上给他们合法身份 像拜登这样 要要要要 足够的给他们合法身份 让他们正常的生活在美国 如果你给他合法身份的话 其实就相当于认同了 通过非法手段进入美国 你也得到法治的认可 另外一些人就觉得 这些人应该商业处理 该遣送的遣送 该遣返的遣送 该企图的企图 左派就会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很多人反对 限制移民的 他的一个理由就是 美国这个移民国 你就是靠移民建立起来的 你怎么能反对 你应该看他开放边境 像拜登现在一样停止建墙 谁都可以来美国 据说最近就从拉美 去了很多的大公车 浩浩荡荡地又开到了 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要求拜登兑现他的竞选诺言 欢迎你你 拜登说 对不起请回去 那这些人都开始骂拜登 说他是个伪君子 说话不算数 你不是欢迎我支持移民吗 那我们来了 你怎么不放我们进去呢 你怎么不放我们进去 你看拜登怎么最先这样的诺言 如果你要说开放 我们欢迎任何人来美国的话 那估计 那拉美有很多很多人 很多很多人都想去 是吧 如果有五亿人移民到美国 移民到美国 移民到美国 他还能存在吗 他的宪法 他的法律还能够 积极实施吗 假如有五亿中国人 或者五亿穆斯林移民到美国的移民到美国的移民之间 美国还能不能存在 有人指着特朗普 说特朗普反对移民 特朗普什么时候反对移民了 特朗普只是反对非法移民 他从来没有说过 进去合法移民 我觉得好多人这个 看法都是错误的 都是错误的 特朗普一直主张的是 好你要移民来行 但你要出个合法的方式 我们都有合法的渠道 不管你通过什么技术 投资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渠道 我们有合法的渠道 你要想法美国也好 你要走合法的途径 你要通过法制的方式 你不能说我通过非法的方式进入美国 你美国还是法制国家吗 还是法制国家 很多人我觉得他有这种用这种廉价的同情心 战胜了法制 战胜了规则 说我们同学那些拉美的基金一看他们在当地那里独裁啊 战争啊 民不聊生啊 那这些人当然毫无疑问应该同情 但同情的方式不是通过破坏法制 破坏规则的方式说 好 你们既然生活都很糟糕 那你们都来 那全世界对专制国家蹂躏的态度了 是不是 都可以一夜之间去美国 是吧 那美国怎么保护他自己 他不要说在跟其他国家当灯塔了 灯塔马上就得吸引 你怎么还当灯塔 很多人没有认识到 现在这个 也只有 只有民族国家是能 才能获得并保诸自由 国际社会现在还不能做到这一切 有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这个 这个什么世界主义的这种看法 说我们没有民族 我们要超越民族国家谁都可以来 这是一种乌托邦 这是用自杀式的理想 因为过去几百年的这种历史表明 只有一个民族国家才有可能 捍卫罪有可能保住罪有可能实现罪 它是一个组成国家的联合 它不是一个国家本身 它没有办法通过和平的方式的执行法律 只能通过打仗的方式 本来你是为了实现自由 结果你要通过战争的方式 就像美国当年为什么要从高联 所以如果说民族国家是现阶段捍卫自由的一种 必要的组织的话 那么限制移民就是必要的 你要无条件放开移民 你彻底放开移民的话 你其实民族国家就没法存在了 你如果没有边境的话 你怎么还是一个国家 如果你边境可以被随意摧毁的话 随意破坏的 你其实就没有民族国家 你也没有办法通过和平的方式执行法律 所以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看起来美好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落实 根本没有办法落实 更何况 这个民族国家它还需要国家认同 假如移民是无限的放开 那你这个 这个构成国家认同的 这个基础就会发生改变 美国现在的国家认同 来到同行政的说法 它就是安格鲁新教文化 它是以安格鲁新教文化 为核心的这种观念 这种价值观 是它国家认同的基础 那如果说大部分人都 都对这个安格鲁新教文化 这个支持 认同的话 那么你这个共同体才能存在 你才能维持在一起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不认同它 那你这个国家就变得拔而干缓 是吧 是一盘三盛 你就不可能有这种凝聚力 就不可能还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 而且 那种认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的看法是错误 它不是一个移民国家 美国最早奠基这个国家的那些人 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移民 他们认为自己是定居者 或者是叫居民者 我们看早期的那些清教族去美国 这些定居者和移民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这些定居者到那里之后 是把他们从欧洲带来的那种文化宗教 传统法律 按照那种方式组成一个共同体 后来他们慢慢壮大 是吧 独立 变成了一个国家 美利坚合同国 这是一个 由定居者构建的政治共同体 移民什么意思呢 移民就是一个人 是吧 或者是一些人 到另外一个国家 融合到那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生活当中 你加入到人家当中 虽然不是全部放弃你的 但是要放弃一部分 你加入另外的那个文化传统 你变成那里的人 融合到那个社会当中 这样的人是移民 今天一个人去美国 是吧 你跟我们说的移民到美国 今天你到那里 你不再是一个定居者或者市民者 但是考期了美国的那些 建立美国的人 是吧 确定 为美国的立国精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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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下汉马功劳的那些人 他们都是禁居者 他们都是知名者 所以到美国独立之前 他们就叫知名地 他们是英国的知名地 那不是一些 不是那些 那些知名者 不是到那里之后 加入了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 这个政治共同系当中 而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同系 新的共同系 所以他不是一个移民国家 他都看成一个移民国家 是错误的 不能因为他在过去 他建国之后 接纳了大量的移民 然后你就认为他是移民国家 不是的 他的立国精神 让人是早期的那些人的 这个所奠定的 所奠基的 而不是后来那些去的移民 那么进入二十世纪之后 在十世纪和十世纪 一直到二十世纪上半期 那些移民到美国的人 其实他们都是欧洲人 他们很容易接受 融入到美国社会当中 因为他们也是从基督教国家去的 从基督教文化传统当中去的 然后到了二战之后 大量的移民 到美国去的这些人 从亚非拉去的 他们不是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 所以大量的移民之后 就面临着一个 一个身份认同 国家认同的危机问题 如果说早期的美国移民 是一个大融入 通过大融入来 融合这些人 融化这些人 那么现在逐渐变成了一种 什么沙拉勤凡 或者马赛克 对吧 这个它已经不能很难融合到一起 大量的拉美人 到那里之后 他们就居住在自己的社区里面 有时说自己的话 保留自己的语言 保持自己的这个文化传统 不再这个追求 被同化被吸收 甚至反感被同化被吸收 要保持自己文化的 自己的传统 那这样美国的国家认同 必然面临着危机 必然面临着危机 美国必然是一个内在分裂的国家 在形式上没分裂 但其实它的内心已经在分裂 它的人心已经在分裂 人心已经在分裂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限制阴影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为了这个 如果这个灯塔 还要持续存在下去的话 如果它这种民情 没有被 被肢解 被破坏的话 那么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移民 放慢移民的脚步 并且严格移民的脚步 你必须得认同那套 它的民情 它的文化传统 你认同美国精神 你才能加入美国 否则的话 去那里 很多人在生活在那里 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为了繁荣 为了得到更多的自由 但是它并不是热爱美国 现在有大量的这样的人 包括那议会那四个议员 天天骗美国 那个ALT 那四个私人帮 骂美国 帝国主义 骂美国 支持犹太人 反对伊斯兰等等 那如果大量的人 像美国都是这样的人 不仅是普通人 而且还当上了国会的议员 你说美国还是美国 美国还能存在下去 它的自由和繁荣 还能够持续吗 我觉得这些都会打上蚊子 很多的这个机构都在预测 到2050年的时候 美国的白人 欧洲欧裔的这种白人 将会降到50%以上 非拉美裔的白人 将会降到46%左右 其他的族群加起来 竟在美国成为多数 2015年的2050年 拉美的移民将会增加 86% 达到1.12% 占总人口的28% 同时 皮肉研究中心的这个数据 表明 2050年 2050年美国的这个基督徒的人数将会大大下降 从78% 赛建到66% 无神论者将会从16%增加到25% 而且 在那到那时候 伊斯兰就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增加 我们就可以想象 美国这种人口结构 社会结构的变化 会对美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第四个方面的挑战 就是它的社会保障问题 或者福利国家问题 美国到底在福利问题上 社会保障方面 该向何处起 是向北欧那些福利国家学习 还是限制福利 还是不要成为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这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 双方争论也是相当级业 特别是从这个 从这个概念 在医保这个态度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奥巴马时代搞这个奥巴马医保 然后特朗普呢 对他自己给他修正 但现在拜登肯定是要 要在这个医保问题上面 向奥巴马看起来 甚至走的更远 那才让这个 左派这些人的 更加支持或者是喜欢 喜欢的 问题是现在 在美国的一个 这个医保呢 已经可以说 呃 花费一字 在2019年美国的 医保花费是1.1 1.2万亿 占整个联邦支出的 三分之一左右 加上社保 占联邦支出的 二分之一还多 有人说这是好事吗 是吧 喜欢福利管理的人 这种也就是好事 应该这老百姓 提供更好的福利 也就是不好 问题是这个代价非常大 很多人把美国民主 现在称之为 要持字中的民主 靠持字来 养着这个民主的 是吧 联邦政府 这个 去年的收入是3.42万亿 支出是6.55万亿 这一年的赤字就达到了3万多亿 国债呢 据说已经超过了25万亿 奥巴马当政期间一个人就增加了12万亿 过去这一年都当然增加了不少 因为这个疫情嘛 导致大家都要 左联邦政府要提供援助啊 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只会提供更多 我看他又要给哪个家庭提供多少 好啊 那钱从哪里来 发债呢 发债好 发债 在哪个美国安心的出生之后身上都背着一体股债 你刚出生你已经就 你开始欠债了 你开始欠债了 嗯 现在有20多万亿的这个 债 我相信如果要搞 这个更多的福利 福利要更高的话 那么债我也会更多 还有左派的这些人 这些民主党的议员们 这几年一直在鼓出所谓的绿色新政 绿色新政 就要学弗兰克林·罗斯福 那么绿色新政如果真要搞的话 我估计 这个 这个拜登 肯定要受这些人的压力 是吧 包括南西普洛西在国会里同样如此 有一项研究估计 要搞绿色新政的话 但是开支 这十年时间大概需要 九十三万亿 五十一万亿到九十三万亿之间 最多可能要达到九十三万亿 相当于哪个家庭六十万美元的开始 不要说全部是这个所谓的 即使是部分事实对美国经济也是致命 也是致命的 所以美国将来这个经济 靠什么 那么如果有这么 这么高的战务 肯定会影响它的发展 阻止它的繁荣 阻止它的繁荣 这是美国必须越临的问题 是吧 然后出力看着好 但是需要待见 但是需要待见 第五个方面的挑战 就是到底要不要坚持这个 总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现在美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 左派 包括很多的这个议员 批判资本主义 认为资本主义是罪恶的 导致了现在美国的贫富差距 是吧 还有它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都是资本主义都是罪魁获胜 出现了这个很多的人 主张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是吧 甚至是在美国历史上 第一次出现了一个 相当有影响力的 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 桑德斯 这在美国历史上 还是 非常非常罕见 虽然桑德斯这次 没有竞选上总统 带给了拜登 但是他在美国社会当中 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 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很多年轻人一塌为八样 他出一个书之后很快销量六百万册 据说很多年轻的大学生 人手一册 都在 都在 都在学习他 都在学习他 他主张全民移保 免费移保 大学生所有的这个 所欠的贷款全部取消 大概1.6万 我看这几千零个党的一些议员 还在主张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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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 要要 取消掉 学生签的那个贷款 嗯 问题是凭什么这么做 是不是公正的 同行同行是非常容易 是吧 是吧 但是呢 他会破坏正义 破坏公平 是吧 如果给这些 贷款的这些大学生们 取消贷款 那其他的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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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各种各样的不幸 倒霉的那些 所以这为什么是对我来说不公平啊 是吧 为什么不是取消我的贷款 假设我也是 我是一个小企业组 我这个企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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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搞币了 然后我要还贷款 嗯 凭什么 嗯 虽然是公平了吗 等等 这些问题 没有人去考虑 他们只是 要 要这个 算不这种廉价的同行 然后为了赢得更多的选举 更多的支持 更多的支持 然后呢 大骂这个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 可是美国过去的两百年来的繁荣 那不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吗 不是狗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 不是狗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结果 看哪个国家 狗的资本主义之外的道路 自由繁荣不强 有一个地方吗 有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 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了繁荣 带来了罪 然后他们反过来又 咒骂资本主义 这在我觉得在美国历史上 这是非常值得解析的 没有哪个时代像宪政一样 这些人 如此激烈地 谴责资 资本主义的罪 第六个方面的挑战就是 基督教和传统的家庭关系 在面临着非常严谨的挑战 特别是伴随着这个堕裁和同性婚姻的这个正论 正论过去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来 我们看到美国因为 因为世俗主义因为无事论的影响 导致很多的人 这个对基督教传统 对英太基督教传统 那么是一种既视的态度 赞赏支持堕裁 赞赏支持同性婚姻 那么这对美国的这个 美国社会的影响 美国的这个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 是性能性能大的 那么这也是导致双方 很难妥协的一个方式 如果说其他的很多的争论的问题 左派和右派之间 进步主义者和 保守主义者之间 如果说还能够找到 妥协的余地的话 那么对这一点来说 对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的这个看法来说 对堕裁和同性婚姻来说 你几乎找不到妥协的点 要么支持 要么翻译 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行 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行 这可以说 这是双方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 那即使最高法院做了一些裁决 但这些东西并不能忽略 无论是做胎还是中心婚姻 最高法院都有判决 但并不是说你有了判决 人们依非尽因 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就能达成一致 最高法院的判决就能够普遍得到尊重吗 不是的 如果你的判决无视社会 无视民情 无视这个 这个社会的传统 这个社会的文化的话 那这样的判决不会对尊重 其实你有判决 是吧 人们依然对自己的看法持有强烈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意见 强烈的意见 那么这其实 到底该怎么看待基督教传统价值观 一方面涉及到怎么看待美国的立国精神的问题 这个问题 此前我们也说过 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到底美国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是不是一个基督教 犹太基督教传统 立国的国家 或者说他的立国精神 是不是犹太基督教传统 保守主义者 很多认为是 另外一些人是 禁不住的就是 散非 禁不住的就是不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美国是个世俗国 现在有无数的人为此进行辩护 说 你看他是个世俗国家 他 就是说 宪法上没有写上帝 嗯 然后 下面第一修正案明确地写的证教分离 甚至我可能还有人挖出来了 亚当斯总统在1797年签订了一个条约 叫基尼伯里条约 是吧 这个条约的第十一条明确写 规定美国不是个建立的基督教基督上的国家 那你看这些政绩都非常的充分 美国的立国精神不是基督教成果 那我的看法是这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是吧 是吧 要看美国 要理解美国的立国精神 如果你只找出了一个文件里面的一条内容 一句话 是吧 几个词那是远远不够 要看整个美利坚核动国形成的历史 要从自民地时代五月八号公约 从马上都在自民地 是吧 这个 这个这个康约的基本法 一直到独立宣言 是吧 州的宪法 等等 甚至最高法院的裁决 是吧 是吧 不仅要看今天 你还要看历史上的早期的 你才能够理解更好的理解美国的立国精神 是吧 清教徒到美国是干什么 他们是要建立一个山间之城 是吧 温斯洛夫这样的人说的很明确很清楚 是吧 非常的清楚 独立宣言当中也 都这一次强调了上帝 那些自由 平等 平等 人人被造成平等 不是人人 生而平等 是被造而平等 生下来是不平等的 只有被造才是平等 那么生下来怎么可能平等呢 出生在不同的家庭 对不对 不同的这个 这个这个 那个家里都有不同的经济 教育等等不同的这些状况 这些小节 只有在上帝眼中 才是平等的 还有那些不可剥夺的 不可让步的那些权利 那生命权 自由权 追求幸福的权利 当然包括财产权 从哪里来的 不是某个宪法 某个法律给你的 如果是的 那是可以给你拿走 拿走你就没有了 那都是天赋的 都是天赋的 招主富于你 富于每个人呢 还有说的比这更清楚的吗 要不你的自由和权利来自哪里 来自哪里 来自哪里 来自政府 来自法律侠文 那他们可以剥夺 是让你成为奴隶 你就没有了那些权利和自由 是 如果说美国宪法上没有明确的 这个提到上帝的话 他建立有限政府的基本假设 人是有罪的 人性恶这样的观念 从哪里来的 麦迪欣说 如果人是天使 是吧 我们不需要政府 人不是天使这种假设 从哪里来的 还有他的联邦是联邦主义 他的联邦主义 直接来自基督教中的圣约传统 和他的联邦神学 那不是怎么来的 政教分离 不是政教分离 不是离开的离 我已经多次指出过这个错误 把它翻译成政教分离 离开的离是错误 另外翻译政教分离 战利的离 英文叫separation of church on the faith 他的意思就是政府和教会分离 不是政治和宗教分离 对政治和宗教分离 托克威尔对这个问题 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是吧 他说美国的宗教 自然不直接参与政治生活 必须得认为首要的政治制度 美国人认为这个自由和宗教是不可分的 这两者谁都离不开谁 很多人无视这一点 还在那讲说 政教分离 美国毕竟是个世俗国家 他的立国精神必然是世俗的 必然跟犹太基督教谈痛没关系 这种看法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 完全错误的 179千年的地利玻璃小约的第十一小 要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当时跟北黑的这些穆斯林王国 去经历这个小约 当时美国还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共和国 比较脆弱的共和国 在这里在第十一小说 美国不是建立在基督教传统系统上的 它只是为了不刺激这些穆斯林国 当时穆斯林他们要根据这个古兰经 来对待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国家 如果是对待这个基督教国家 如果你是基督教国家的话 那么他们建的这些人就可以抓 这些船就可以 就可以拿走 事实上为什么要定这个条约呢 就是当时美国的船只 到地宫海的时候 经常被这些穆斯林国家 给这些海盗给抢劫 把人抓起来 当作奴隶 甚至是打死 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件 所以才签订了这个条约 所以才签订这个条约 就是说它只是隐含着一点 如果美国你认为你是一个 士族国家 你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会见 那么他们就不会见到 这些人就断 不会见到这个船只呢 就给抢劫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失败背景 如果是需要他的理解说 为什么加当斯林是基督徒 还声称这个 这个他的宪法地区的 是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够 呃 他的宪法才能发生 发挥作用在这样的社会里 他居然签署了这个条约 而且这个条约居然在当时 参议院里被全体一致通过 全体一致批准 是吧 为什么会这样 你要去了解当时的时代飞行 不是说这些人都认同 美国是个士族国家 美国的立国精神是完全士族 跟犹太基督教传统没关系 他不是以犹太基督教传统一国 我觉得要纠正这种 这种错误的看法 如果说你这样一个条约里的这句话 作为他的判断美国是不是这个 这个犹太基督教传统立国的话 那么美国还牵涉了大量的其他条约 很多条约里面都明确写了 他们这个是是是这个犹太 是奉行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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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犹太基督教传统 很多条约里有这样的字眼 甚至在1787年那个西北 在县令里面 那个里面有明确的说明 政府应该鼓励这个什么 在去教育里面鼓励这个宗教 就是鼓励基督教 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当时之所以在第一修正案里面 归引政教 所谓的这个政教分离 主要是为了这个限制 限制政府官员同时充当神志愿 神志愿同时充当政府官员 而且呢这个禁止国会来确立国家 禁止联邦政府确立国家 但是他并没有禁止各州 其中的州的国家一直 有好几个州的国家一直都存在 存在到十九世纪 存在到十九世纪 而且国家也不一定是和自由完全不容的 我们看看今天的英国 甚至丹麦 诺威这样的国家都还有国家 都还有国家 你注意啊 很多人认为这个好像有国家 你就已经是政教不分 你就很想国家 你就不会有自由 但是你看看英国丹麦 诺威 还有很多这样的国家 现在都有自己的国家 丹麦有百分之七十四的人 是他的国教会的声音 诺威 诺威有百分之七十的公民 是他的国教会的声音 而且在诺威二零一二年以前 他有法律规定 所有的议员都必须是国教会的声音 而且至少一半的一半的一半的 一半的部长也必须是国教会的声音 到了二零一二年才归出 是吧 瑞典和陈兰也都是在最近才废除了国家 在之前很长的历史上他们都有国家 你也没有看见那些地方它和自由不容 它已经走向了专制 它已经变成了神传国家 没有 好 接下来稍微快点 第七个小段就是大众民主和这个行政国家的条件 美国从这个四九世纪末二世纪初以来 所以说 进入了这种所谓的大众民主时代 进步主义的对这个民主化有更高的要求 希望更加的民主化 就是他们反制现在的总统选举的制度 认为总统间接选举 这种制度 不够民主 所以很多的进步主义 很多的民主党的这个议员 要说推出选举人的反制 我们看看他们是不是会这样做 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 因为要修改选了 我估计一十八分也实现不了 但是很多的这个这个民主党的议员都 都有这种观点 包括希拉里 这种反民主党有影响力的人 那么美国的宪法呢 其实因为在其他地方 因为大众民主已经被改变了 比如在第十七决定案 就改变了参议员产生的办法 参议员本来以前 在一七八十年美国国父们制定宪法的时候呢 它是间接选举 它是各州的议会来选举参议员的 那么第十七决定案废除了这一点 就变成了这个选民选举选参议员每个州 那它的选举办法跟这个众议院的议员的选举 其实就没有区别了 只是人数有区别 一个根据人口 一个还是美洲两个人 那选举办法没有区别了 其实就在某种程度上 破坏了美国国父们 所考虑的这种进一步的分权制衡 就是在国会内部 为什么是有两院制 两院制就是要在内部要进一步的分权制衡 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 那么这一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打破了 托克尔当年曾经警告过这种 这种直选 直选是不是越多越好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大众民主是不是 这个 实在向往 我觉得今天的很多的人呢 都没有能够理解托克尔这种中共 认为一个民主也好 这种看法呢是非常危险 也现在早晚要摧毁罪 美国国父们要的是宪政民主 或者是宪政共和国 宪政共和国 这个自由民主国家 自由的共和国 那么另外一点呢 他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种官僚主义行政国家膨胀很厉害 川普上台之后为什么反复的强调要排干华盛顿的沼泽 因为华盛顿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这个官僚主义盛行 政客之间通过这种私下的交易 来长期待在华盛顿 各自获得好处 托克尔所强调的那种自治修建 其实慢慢的 离民众远去 民众自治 逐步成了一个梦想 不再是现实 大量的决定 都有这些政客们做的 很多人变成了这种 终身的政客 一辈子待在DC 像拜登这种 应该DC待了47年了 那些政客们的利益错综受打 挂 粥搁在一起 今天你给我这方面的好处 明天我给你那方面的好处 形成美国政治中这种所谓的政治分裁 那么这个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题 相当的一个问题 同时呢 这国家越来越变成一个行政化的国家 立法机关不断的收下立法 导致行政制固 那你那次一换总统政策就变 四年变一次或者八年变一次 最多八年就得变一次 就像现在一样 特朗普弄了一些政策 然后马上会被推翻 然后相信下一次如果换一个新的总统 还有拜登这些 那可能也被推翻 假如换一个共和党的总统要换 所以就变来变去 甚至包括移民这种重要的问题 所以这个国会里如果不能通过立法 如果不能达成一致 不能很好解决的话 越来越变成了这个行政制固 而且不仅体验在这个方面 他的这个包括立法问题也非常的严重 我们看到前一段通过的这个很多的立法 包括这个对民众提供援助的 是吧 国防方面等等 这些立法都多达几千页 我这些议员都没有时间看 就变成了这些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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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们 这些人的助理 或者这些 共他们指挥的这些官员 其实在在做决策 这些议员基本上也就是看一个大战 然后到时候去投票表决 因为什么可能 用那么短的时间内看一个五千页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法案 就这个联邦的立法 那也越来越多 各方面的管制 是吧 据说联邦立法应该加起来 千万一个两层楼那么高 我估计现在纪念应该高得多 是吧 一个法力的五千多元 可以想见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所以他的这个支离 应该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继续改变 这不是美国国父母想要的样子 而第八个方面的挑战 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他的外交政策和这个 和这个国际贸易 那么特朗普当中的时候呢 他在国际贸易和外交方面采取了一些 前人所没有采取的这种基础 这种措施 包括这个贸易战的问题 很多人的批评特朗普 特别是民主党 主要认为他反全球化 认为他反自由贸易 那其实这样的 批评和指责呢 都是这样的 特朗普不是反全球化 他不是反自由贸易 他是主张有条件的全球化 他是主张公平的自由贸易 是吧 公平贸易 你自由贸易继续是公平 如果是不公平的话 那就是不合理的贸易 是吧 因为为什么要在 这个 国际范围内 采取这种公平贸易的 这个这个政策 而不是所谓自由贸易 因为在国际范围内 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的话 你没办法控制外国 另外一个国家 他的贸易政策 比如他要对你征收高关税 那你不对他征收高关税 那你不是扩杀吗 如果他 对你出口的产品 大量的政府不嫌 那你出口的产品 没有政府不嫌 那你不是吃坏吗 对不对 那其实 特朗普不是反对自由贸易 特朗普是反对这种 跟教条的自由贸易 你不是自由贸易的话 你不是无条件 无条件 那你有多少人会主张和伊朗和朝鲜 进行自由贸易 是吧 如果你跟他自由贸易的话 那你不是主张 助长这个独裁 是吧 让他继续奴役 奴役那里的民众 对不对 所以你是要这个 要看具体的情形 看他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恰当 是不是公正 是不是公正 其实特朗普在这方面 他并不是 这个第一个这么做的 在美国历史上 他这种 这种这个 这种政策 这种贸易政策 可以说 也要在 大尔山的出现 哈密顿是第一个怎么干的 哈密顿当时就主张 我们跟英国集权做贸易 不能够 无条件的自由贸易 这样的话呢 你的美国的本土的市场 就会被摧毁 就会被摧毁 因为当时没有办法 他很难跟英国进行 竞争在很多的领域里 所以他主张要增加一些关税 那保护这个 美国的工商业 然后让他们慢慢成长下来 还有美国在19世纪上半期 美国内战前出现了这个 惠格党人的政策也是如此 惠格党人也是主张 所以对内 对美国国内 也实行自由贸易 自由市场 对外 也实行工型贸易 因为民主国家之间的竞争呢 你尽量没有办法 控制外国的政策 这些 这些惠格党人当然就主张 跟欧洲国家进行贸易的话 那些国家呢 这个 这个工人的工资 它比较低 你要跟它 所谓自由贸易的话 就得压低美国工人的工资 那对美国工人是不利的 所以他们就 就反对这种 所调调的自由贸易 调调的自由贸易 而主张公平的贸易 公平的贸易 他们不是反对什么全球化 反对这种不合理的全球化 反对这种无条件的全球化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 他是一种负条件的全球化支持者 那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拜登上台之后 他对特朗普的这种贸易政策进行什么样的改变 什么样的改变 因为特朗普和很多国家都是签出了这种双边协议 他是不是会取消这样的协议 然后重新签订 或者回到什么多边协议当中 我们还不清楚 但无论如何呢 这是一个非常极小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极小的问题 处理不好的话 会对美国的这个国内经济 工商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但除了这个国际贸易方面 特朗普怎么解决中东的问题 这个拜登怎么解决中东问题 特朗普在过去几年当中 可以说不会一乡一乱 在这个推动中东和平方面做了不小的贡献 让伊克勒也好 和好几个穆斯林国家都签署了这个 这个是和平的这个协议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证据 了不起的证据 看看这个拜登 他的这个政策 他的外交政策 是吧 会怎么改变中东的这个现状或者是戈籍 包括伊朗 包括伊朗 这么解决伊朗问题 伊朗现在已经开始挑战 是吧 要挑战 是吧 他们都提醒特朗普的做法 我们看看拜登是不是会做得更好 我相信这是会令他很苦恼很棘手的问题 好我们就这个不展开来说了 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要拖了 让我们总结一下 说现在呢 大选之后 大选之后 大选之后的美国把特朗普 赶走了 是不是说 前途一片光明 我看很难说 我看很难说 从这个 这个 拜登的 这个 这两天 发布的这些命令来看 恐怕美国的这种社会撕裂和政治计划 很可能会更加严重 很可能会更加严重 那么这种 这种冲突 这种撕裂 这种战争甚至是 这种文化战争 这种不同观念 不同文化 甚至不同信仰之间的战争 很可能会 把美国 脱向 不能说脱向深渊吧 也会 也会这个 严重影响 或者是左右美国的威力 大选择有人讲 美国的这种左右之争 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可以判断是两个美国的争论 一个是旧美国 一个是新美国 保守主义者 还支持或者向往 那个旧的美国 以犹太基督教传统 为他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念 坚持有限政府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等等 这样的一个美国 那么进步主义者呢 那么进步主义者呢 所鼓吹的或者向往的 是一个新的美国 一个世俗主义的 呃 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支持做胎 重新婚姻 放开移民 嗯 放开移民的 这个 这个 以身份政治和多样文化主义 为标示的 这样的一个美国 嗯 这是两个美国的 两个美国之间的教练 或者是对 两个美国 这个 观念上的教练 嗯 美国会 战胜另外一个 那就 在很大程当上 决定了美国的未来 决定了美国的未来 嗯 如果我们还希望美国是一个 登场的话 在我看来 我们应该 坚守这个做的美国 坚守这个做的美国 抵制所谓的新美国 坚持 保守主义 抵制 进步主义 好 今天我们就 想到这里 谢谢大家 在这些